一架由香港飞往大连的中国国际航空客机,日前飞行期间机舱施压,氧气面罩脱落,飞机忽然下降。 国家民航局初步调查,证实为副机师吸电子烟所致,它为防烟雾烟尾,慢客舱,在未通。 直机舱的情况下,想关掉循环风扇,却错误关闭相邻空调组件,导致客舱氧气不足。 民航局表示,仍在调查核实详细原因,如调查署时,一定会依法依规严厉查处。 由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的国航CA-106航班,周二十日在飞行途中急降。 7000多米,氧气面罩脱落,幸平安降落大连,机上153名乘客及9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。 内地传媒引述乘客表示,当时航班飞过接洋后,空中服务员推着手推车准备服务时,广播称飞机因为湿密造成湿压正在紧急下降。 约晚上七十四十分,氧气面罩全部脱落,当时我看手机的GPS,高度从约11000米降到了约4000米,而且还在往下降。 综合航旅纵横和弗莱特拉达尔数据,CA-106当晚七十十一分起飞,在下午七十三十七分飞行至10600米高度后,在近12分钟的时间内,快速下降至约3500米,后经过15分钟爬升至约7300米, 在经过约40分钟爬升至约8000米高度,航班当晚上10时29分降落至大连珠水子国际机场,比原定时间延误1小时4分钟。 凤凰网其他报道,贼冒警察东京街头截华汉1300万警局5人其他报道,英国神经毒计中毒。 男子苏醒身体虚弱文女友死讯时伤心欲绝其他报道,旅游无子两女38岁台母今年营地发胎。